李洋 两队的犯规数都满了呀 猜猜也是真敢吹 吹的后面5分40秒就点球大战了 只要是碰一下就要罚球了 递角徐杰 给左侧递角多人望 三分没有 亚当斯的篮板 过来就扔啊 这就是亚当斯的风格 46比50福建江分差 帅到4分了 这比赛广东队打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然后这个球 大汉完全是没有意识到 这个球会直接往里塞 直接甩出剑 黄一超 比赛黄一超 这个球 对望的犯规 但是黄一超突然躺地上了 就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没有给投篮犯规 杜伦旺的一个推人犯规 两罚 采判是回去看一下录像 这球 福建队替补其实非常不满 认为是垫脚了 看裁判最终的裁决吧 都封知道也是 教训一下都封王 确实是伸脚了 黄一超还是在地上躺着 还没有起来 裁判确认之后 升级判罚 给了为底犯规 两罚一致 这个球确实是有一个伸脚的动作 这球 不能说是故意了吧 但是这种动作确实是不应该 一罚不中 两罚一中 黎一扬 给了孙哲 这边还是招亚当斯 面对徐杰的防守 亚当斯冲进来 黎一扬拿到 也是来一个空接的中头 24秒到时 徐杰给都封王 大汉 再给赵锦阳 篮下都封王 孙哲直接盖了下来 赵锦阳 这边黎一扬 这孙哲和都封王两个人又纠缠在一起了 都封王还是冷静一些 换下孙哲 换上张永鹏 这边广东把阿联又拿回来了 大汉的抛头打进 还满顿 篮下这种小技术 确实是非常的扎实 亚当斯上篮也是打进啊 紧要着比分 徐杰 回个阿联 不定投一个 这个三分球投大了一点 亚当斯 给到张永鹏 出头 沾了个篮网 来一下阿联和张永鹏两个人的卡位 吹了张永鹏的犯规 阿联两罚 第八有了 第八有了 两罚全中